就是今天主邦大陸給我的題目是 民謠跟帝王發展這個議題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想從幾個影片來跟各位講 就是從大概是1960年代 全世界開始產生比較現代性的 這個民謠音樂節以來 就是全世界是怎麼去處理 民謠跟帝王發展 民謠跟帝王文化的再造 民謠跟地方的認同的這個擬居的復興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關係 還有就是 當一個時代發生大轉變的時候 民謠可不可能去跟這個大時代講一些話 所以我們來看一些片子 那麼這個是在1963年 1963年呢 美國在1950年代的時候 產生一個很大的運動叫民謠復興運動 民謠復興運動 那麼這個民謠復興運動呢 它復興什麼樣的民謠呢 兩種東西 一個是白冷的民謠 一個是黑冷的藍調 所以呢 在1923年代呢 很多的老的民謠樂手 通通被挖出來 所以當時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被人遺忘20幾年了 就像是呢 成達過世之後呢 整個台灣社會忘了它將近有20年 然後後來出來產生一個運動 像各位現在所做的這樣呢 重新把成達請出來 成達已經過世了 成達同時代的很多 很多大師級的同輩的民謠樂手 重新把他們請出來 唱給年輕一輩聽 還有呢 年輕一輩開始懂得說 哦 原來我們這個東西 那麼年輕人呢 也開始狂熱的去學習民謠 他學習民謠之後呢 開始呢 在1960年代 因為美國很多大社會變化 所以當時美國的年輕人呢 學了民謠之後呢 開始把他們對這個時代的觀點 跟對這個時代的這個分析的 唱出來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呢 在1960年代 這樣的民謠復興運動的一個高峰呢 他們辦了一個音樂節 叫做新港音樂節 新港呢 是在美國的東北的一個州 叫做羅德島的一個小地方 那這個小地方呢 可能比橫村還要小 所以他們從1961年 62年那個時候呢 開始辦這個新港民謠節 辦新港民謠節呢 他們當時呢 就是邀請了這些老的樂手 邀請年輕的樂手 來這個地方集聚在一起來唱 那麼他們舉辦的方式呢 跟我們現在很不一樣 他們就坐在草地上面 麥克風一架 雷一座就這樣唱的 好我們先來看一兩片段 我們也要有說話 我們要看一遍 好文化 我可以看一遍 我可以去看《Pitred Game》 這是《Battle of Sorts》 《Battle of Sorts》 《Battle of Sor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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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